大家好 我是Alice 今天來到中環這裏 試一試鏡頭 上一集我們講到 Size的Baptist 135 2.8APO鏡 和Sony的135 1.8G鏡 兩支在小鳥拍攝比較過 兩支鏡的大小和重量都有些分別 出來有個特色 上次亦有個總結 今次輕巧一點 因為拿兩支135 雖然Baptist輕 但一支600多克加一支900多克 兩支加起來都頗重 所以今次簡單一點 我只拿一支Sony的135 1.8G鏡頭來拍攝 另外機身用了Sony的Alfa-1 上一次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當時拿了Bullingham相機袋 因為袋都頗重 再加上兩支鏡頭都頗重 今次一些很簡單的袋子 輕輕巧巧 還有這些尼龍袋 裡面加個膽 在出家拍照都不太覺得 你領著相機袋 有時不太外眼 今次主要是G135 1.8G 我想試試大光圈的效果 所以全程我都用大光圈去拍攝 大光圈鏡頭在以前和現在的分別 看法不同 以前尤其是飛臨年代或早期的數碼相機 所以ISO方面的表現都不太好 如果有時在暗的環境下 我們都會用一些比較大光圈方便去拍攝 到今時今日的ISO相機都改變了很多 我們可以大光圈的機會其實用得少了 反而我們用大光圈是要我景深 再說回質素方面 以前大光圈鏡其實比較難做些 所以大光圈鏡是否質素好些 未必一定的 有時邊角比較鬆散 還有色散角方面都比較差些 但今時今日現代鏡用的物料已經不同了 譬如說用很多低色的鏡片 有些特別的擴散鏡片 亦有飛球面鏡 加入了電腦設計 還有經驗和know how 現在今時今日這一代鏡頭 有時真是大光圈 剛才說今時今日這一代鏡頭 大光圈真是比細光圈那些漂亮 譬如說我用過的Canon 譬如說51.2和85.2 非常漂亮的上一代有很多 而Sony方面 亦有用過51.2和85.1.4 這兩支鏡頭都非常好 還有一支14.1.8都是Gm鏡 今次這支135 都很有信心 上次拍過這支鏡頭非常銳利 同一支135的Battis各有各 如果你有開盡光圈 這支鏡頭銳利度更好一點 現在我們一邊拍照 這裏有幾張照片是在石板街之前 經過中環街市那裏拍的 譬如說這些旗海擺得密密麻麻 但我開到1.8光圈 就可以將其中一支旗突出 而室內食街兩個字 怎樣令對比我突出呢 主要是開盡1.8光圈 將前景或背景打散 字就自然有過分離感 一路走就走到石板街 因為星期日 所以石板街的人就少很多 亦都方便站在街上拍照 在萬聖直的前後 石板街的店舖很多都買 有關應節的用品 而因為我用了135M鏡頭 拍攝角度比較窄 所以可以在一個比較遠的距離 拍到足夠的擴大率 而且走遠一點都不會影響到人做生意 全程我都開盡1.8光圈 大家就慢慢看看照片吧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中间的过程中也拿了135影响街景 其实135 1.8也不轻 900多克跟现在新出的70-80mm 2.8mm 2 差不多重量 但我觉得它更加重 原因是因为135 1.8相对比较短 重量集中所以拿下去感觉上真的比较重 用背囊不会用斜背袋 这支镜头虽然只有135mm 但也可以当长镜用 如果觉得影像不够大的 我们不妨把相机转到APS-C Mode Alpha Run的APS-C Mode 虽然只有2100万像素 但如果你觉得像素不够 可以后期在Lightroom做一个Super Resolution 相似有解像度应该能满足你了 说这么快又到文武庙了 今次我不是拍光影 所以就没有用Wire Angle 主要是想用一支大光圈的长镜 影浅景深的效果 因为Alpha 1的机身有内置防手震 所以在这么暗的环境之下拍就比较方便 而开进1.8光圈影 其实光度都够足够 一般来说 几十分之一秒至百多分之一秒 而ISO维持到几百就够了 拍摄模式方面 我用了光圈先缺 镜头开进光圈F1.8 而快门就视乎现场环境而改变 如果拍摄的时候发觉快门太慢的话 我就会将ISO略为提升一点 如果比较光一点 我都会将ISO调低一点 希望尽量有好的质素 这支135M镜头 上次在雀仔街测试 我都跟大家说过 它有一个散景有一个柠檬效果 而今次那么多灯就更加明显 这个柠檬Outflow效果其实也挺有趣 其实这些镜头最美的就是它没有色散 基本上四只角都是很sharp 而画面里面的色散 基本上都不存在你见不到 而我玩这么多年镜头和试了这么多镜 这支131.8 我觉得质素方面都算得数一数二 而价钱只是一万头 所以如果重量不是大大问题的话 这支镜是绝对值得拥有的 大家就慢慢看一下 在1.8光镜之下 融化背景的效果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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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还会出 toccollo 然后 我就取决了摩托街 拍摄的街档 如果你订阅 我叫 Batis 1252.80Made 还是 Sony 的 115-1.8Gmade 镜子 投并做了 为了我看清楚 当我选的真的如宇红 守 expose BATIS 125 5付 雖然只是2.8光圈, 但鏡身比較輕巧, 長時間用很方便 一般來說, 近距離拍攝, 與G135 1.8的整深效果不差太遠 反而覺得1.8的鏡頭主要是拍遠一點, 開盡光圈 就明顯比Baltese鏡頭的景深淺 雖然Sony GM鏡頭又大光圈, 效果又好, 又抵買 但也要考慮重量 如果只開一支鏡頭或兩支, 問題不大 如果長時間開, 其實都很累 究竟要選哪支呢? 如果有看過我的影片, 都知道標準答案是什麼 今次跟大家講到這裡, 遲些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意見, 歡迎留言, 大家討論一下, 拜拜 歡迎各位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需要按訂閱和按這個小鈴圖案 就可以接收到最新上載的通知 最後, 記得按LIKE我們, 多謝各位 拜拜